57岁的西安居慈手艺人柴桂宁 不久前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一段 用传统居慈手艺修补灯泡的视频 点击量迅速突破百万 在柴桂宁的工作室里 摆满了修复过的花瓶 茶壶茶碗等物件 与这些修复品日夜相伴的 还有大大小小 形状各异的钻头 榔头 车床等工具 数量有数千件 如同一个小型的工具博物馆 灯泡玻璃又薄又脆 稍不留神便会薄开 在工作台前 柴桂宁戴上放大眼睛 手持钻头 谨慎地在灯泡裂缝两边打孔 随后手持喷枪 剪刀等工具 制作出了几个细如发丝的鞠钉 经过轻轻敲打 鞠钉嵌嵌入孔中 破损的灯泡便做好了外科手术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灯泡我们有两个企图 一个是想让更多人 对我们这个手艺发生一些兴趣 另外一个就是有血迹这种鞋疑 好玩大家觉得 柴桂宁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喜欢动手修东西 据此技术也是自学而成 对于修复物件 柴桂宁认为 技法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了解物件和其主人之间的故事 情感 以及尊重时间留下的痕迹 这就需要修复者 了解心理 力学 化学 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如果读懂了这些物件呢 那么你在通过手工 各种技法 工序 修出来的这个东西 可能更贴切 就是不会那么突兀 也能达到修旧如旧 而且不会把一个东西 修成另外一个东西 让他人看到这个 被修过的东西呢 会感觉到 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这样是最好的一个修复过程 随着年龄渐长 柴桂宁的经历也大不如前 这些年 柴桂宁办起了培学班 传授居此即返 一万多元的学费有些昂贵 但却是终身制 学生想学东西可以随时来 这种有别于传统师徒关系的青春氛围 让不少学生跟他成为了朋友 教技法的过程中 尽可能多给大家搞一些自然科学 包括物理 化学 力学原理 因为修复的过程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它里边会有一些温度 内在的硬力 包括膨胀系数等等 这样来想普及一下 柴桂宁称 无论是用补灯泡吸引眼球 还是开设培训班 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接触居此记忆 从而让这种传统记忆 能与时俱进 传承下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